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圣依纳绝的灵修治愈 2月7日 如果要参与竞赛 一定要先确保有后援 在人生的旅途中有各种竞赛 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点 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残酷的事实 竞赛有很多种 圣依纳节在这里强调的重点是参与 意思是 假如你要涉足竞赛 或在各种不利的情况下助人 就是你决定要混那趟浑水 总要有些资源 纸虽然没有一定要 但是要确保有些资源 从人方面看 这是一个态度 是应用的问题 也是一种张力 当你决定要跳下去做 就不能有太多的战前顾后 因此你需要资源 参与竞赛就是孤注一职 伊纳绝年轻时是一个军人 她知道打一场战争 需要资源 所以作战前需要盘点一下 她在邦布罗纳的战役 明明知道没有资源 却孤注一职 因此当她被炮弹击倒 全军就溃败了 所以她劝人 如果要做一个重大的工作 或伟大的决定时 要想想 思考一下 如何在孤注一职 和盘点资源中平衡 这就是分辨 每一个人不一样 每一个机遇也不一样 声音纳绝要提醒的是 不要盲目冲动 一下就跳下去 先看清楚 我周围有什么 从信仰的深度看 在一纳绝灵修的传统教导下 指出 你不能死死地抓住一个观点 就想活出信仰 你要去祈祷 聆听天主 至少要确认天主 现在跟我说什么 我需要一道光 让我看得更清楚 明显 因此 一纳绝自己在做重大决定时 都会做 长时间的祈祷 并且为这个意象 奉献弥撒 天主在这个时候 告诉我 或帮助我 看到周围的情况如何 然后我才能采取行动 感谢观看